你看这里就是我们可以选的 其中一个就叫APP VidgetProvider 我们就想起我们APPVidgetProvider 对象 原来它指向的是我们的什么 APPVidgetProvider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好 既然按照这个方式的话 我们就来给它建立一个 我们的 这个 Sundee APPVidgetProvider 它会默认的是放在 XML的文件夹下面的 然后呢 我们再在这个里面 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在 APPVidgetProvider里面去指定 这个就是我们的APPVidgetProvider 因为它是一个Bulkas Receiver 对不对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好 我们就来建一个 我们就来建一个 我们老弹出去 建一个 建一个 Provider 建一个新类 Sundee Receiver 它是一个Receiver 它是一个Receiver 是一个Receiver 相关的呢 Create Update 找一下 找一下 没晓到 没晓到我们看一下它官方的 难道不是在这个里面 在Intent的Action里面 我们看一下官方是 Android.app widget的这个Action里面 也就是说它没有定义在我们的Intent里面 App widget 那是说错了吗 Copy吧 反正这个我们知道肯定是在哪里 是在它App widget这样的一个包里面的 直接Copy吧 怎么会没东西出来 我再打一下试一下 还是没有 那是编辑器的问题 OK 或者 或者 就是它不是在 还有可能 就是它不是FayMont里头的 是Lonkey里面的 OK 那这个我们就定义好了 定义好了之后呢 我们说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当前的我们的这个Provider Provider 它呢 它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接收者 请求的这样一个接收者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事实上我们也要考虑啊 就是他们在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 在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的是 它要进行通过Meta 把这些值都给它绑定过来 所以我们类似的就按照它代码 把这个Meta也给加上 我们copy一下吧 要输入代码会比较多一点 这个待会我们也可以通过去看原代码 它是为什么要去得这个Meta 等我们把这个操作完了 我们先来完成这个操作 然后我们再去看原代码 我们再去看原代码 那么 这一块的话 我们 这个XML是谁啊 是不是一个layout 也就是说这个XML 就应该是它 是它 那我们在这里去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XML 我们的 SandyWidget Linal layout 可以 这个Linal layout 然后呢 我给它放上 放上一个按钮 放一个图片按钮吧 放一个图片按钮 最大化 好 把图片给它转到左边去 给这个按钮说一个名字 按钮 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给它做出来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打算去添加到我们的桌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么现在我们就就要开始干嘛呢 是不是就开始要进行把它跟那个资源绑定 我们看绑定了没有 manifest里面 manifest里面我们先是指向了我们的provider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provider这个文件要给它设置它的一些属性 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在provider里面待会我们就会用的用到 就会用到再去指向我们的那个layout 就是它的一个过程 那关于这个怎么样来配置呢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几个属性 我们来看 ok它有这样的几个属性啊 我们来看一下最小的宽度 最小的高度 还有这个是什么刷新的这个时间对不对 多少多少毫秒 这个是预览的图片 预览图片也就是我们在每次添加的时候 添加的时候弹出的那个窗体呢 你其实是可以在那个地方预览 就点了之后预览一下效果 这个是初始化的我们的这个layout 这个我们觉得就有点普了 就是当它建立了之后 我们初始化的layout 然后这个config是什么意思呢 就config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添加的时候 各位 我们在添加一个widget的时候 比方说选中其中一个 它有的时候是不是会不会直接返回 像我们刚刚点这个是直接就返回到桌面了 对不对 有的时候它不会直接返回 它会再弹出一个它里面的activity 这里头让你去做一些设置 然后根据你的设置值返回到桌面上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的对不对 包括就包括它可能会根据你的一些输入值 什么的 比方说你点一下天气的wgit 它就会让你选ok哪个城市的天气 然后给你返回去 所以这个就是点了这个时候 它所触发的一个config设置的一个类 这个类是什么呢 猜都能猜得出来 是个activity 但你看这个地方要注意 要把整个包名都写全 为什么呢 我们因为我们在想 它既然已经在我们这个包里头了 我们为什么全部都要写全呢 那不一样 这不是manifest的 manifest的上头配得有一个那个 配得有一个包 这个是他们的从 从重新的resize的这样一个模式 它的意思就是 它纵向的时候 它会不会重新的去计算 它这个大小 横向的时候会不会重新计算大小 就这样的几个 并不是所有的都必须 那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几个 我也给它都给它列出来了 都给它列出来了 重点我们掌握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当然这个也可以 五个吧 就这五个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wg和head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在做这个 这个的时候 我们再来给它做一个设置 你比方说 我们现在先给它设一个属性 最小的宽度 那我们这里头 我们就在考虑 到底是最小宽度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为什么不给一个宽度 为什么要叫最小宽度呢 而且我们看到我们当前 之前的那个layout 它的宽度是不是 fuel parent的 充满了 对不对 那么 但是我们肯定不希望 它在这直接给我们充满 所以我们在这 是不是要给它约定一个 真正这个wg的宽度 对吧 那么为什么要叫最小宽度呢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wg很有意思 它在这里画 实际上啊 它是这样子做的 我看一下 从怎么个分法 是这样分的 实际上我们在workspace里面的wg 有个约定 什么约定呢 在它里面有单元格的这个概念 它就是一个像表一样的gred gred view 而且它有一个约定是什么呢 是4乘4单元格 那么4乘4的这样一个单元格 而且它还约定了什么呢 每个单元格的大小是74 是74啊 最开始是其实最开始是px 后来我们都统用dp了 74dp 那么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去做的时候 我们wg的 是不是就要考虑 尽量的是 OK 满足这样的一个单元格的这些条件 放到里头 对不对 这就好像你看 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图标很小 但实际上就拿这个来说 我们这个图标看起来只有这么点小 但实际上它的外延是充满着这儿的 所以说你放一个东西 你有的时候不知道你你上次见过我玩那个山寨那个平板没有 那山寨上的平板的图标都很小 但它home screen由于屏幕啊 它很大 对不对 而且因为它是十寸的 就四乘四 它每一个单元格是不是就特别大 那么特别大的时候就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那个图标钉点小 因为是2.3的他们设计的 但是我本来我们按照正常情况下 我们就本来想哇这个屏幕大真好 我可以放多点图标对不对 像我们windows一样 没办法 你后来发现你放14个也不行了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那么注意它的最小的就是每个单元格啊 它的最小边是7.4 什么叫最小边 就有的时候这个不是正方形 这个每个单元格 有的时候 它可能是一个长方形 但反正最小的那个边是7.4啊 然后 那像这个来说 它就占了四个单元格 看量 它就占了四个单元格 这些 也是四个 这每一个都是一个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 只占一个或占两个 或者占三个的 那么我们再去设定 它的最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随便定义了一个 比方说 我定义了一个是这么大的 本来7.4乘以2应该是 148 对吧 148DP 我现在定义了个100DP的 然后 然后 它会自动的去 去干嘛 去 由于 我们设了一下 它的min 最小单元格是 148 或者比方说 144 它会自动的给我们填满这一块 就是这块是不容侵犯的 就这样的一些意思 好 这里还有一项约定 就是 我们每个单元格是74 对不对 那好 我们可以用的空间是多大呢 我们可以用的空间是多大呢 是 单元格的 个数 个数 就 单 cell cells 乘以74 再减去 两个边 是这样 比方说我们要用到 要用 我们设想 我们这个vidget 我们要用到两个单元格 然后我们就用什么呢 74 乘以2 也就是148 再减2 就146 我们就设置它的宽 是146 当然它的纵向是一个单元格 我们就还是给它设置那个就行了 好 这个是我们手机 但3.0的系统 4.0我还没看 3.0的系统 它默认的是8乘7 这个也有一点差别 是8乘7的这个单元格 但手机 就是mobile 就是这块的 handset 这块 它的这个是4乘4 就倒就行了 好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就知道 我们怎么样来设置这个地方了 比方说就拿刚刚那个 我给它两个吧 我给它设两个 那我就给它设成146 最小宽度 给它74 72 72 我把这两个数据给它设置好了 这些要注意 这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块内容 我就把它给写出来了 平板共用8乘7个单元格 这个平板主要是指操作系统 你不要说 我买了三代平板 怎么不是8乘7呢 那是因为它用到2.3的操作系统 还有什么自动补齐机制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 在拖动的时候 Widget它是不是会有一个自动的 好像相当那个的感觉 这就叫自动 它其实是这个单元格 它是它还有 有个自动补齐的这样的一套机制 而且它每次你到了那个范围内 它会啪一下给你粘上去 这个在代码里头也有 在Luncher里头你可以找得到 对象我们也已经分析了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属性 这个是更新时间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但重点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一般不推荐30分钟以上的时间 更新一次的频率 就你说我整个东西 一天更新两次 这个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另外也不推荐 有小于5分钟的更新频率 就是一般情况下 你除了自己做测试 你也不要让它更新频率太快 否则都很耗电 这个要注意了 初始化的layout 然后这个是一个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 是启动的这样一个activity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过渡的activity 这是我们的一个预览图片 一个预览图片 好 那我们现在先用最简单的办法 给它设置上initial的layout 但我们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为了做测试 所以我们不怕耗电 我们给它设置三秒钟一更新 nitial 等于我们的layout 下面的3DVG的 ok 这样子我们的第一步配置工作 就做好了 那我们稍微休息会吧 ok 那我们的这个定义已经完成了 我们什么代码都还没有写啊 但是从逻辑上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看哪块是红色 没有这个东西 这是哪一个 是我们这个吗 刚才怎么写成这样 我没改啊 我没改 那么从这个定义上头来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操作步骤 就是我们在这个provider里面 去通过metadata 通过metadata 去指定了一个provider这个配置的文件 而在这个provider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我没有指定